台中市议员王立任因为写的一首的好书法 每逢这农历春节的前夕 总有许多人请托他来写春联 往往这一写就是上百福 也成为另类的选民服务 而近年来随着年轻化 许多人观念转变 议员也特别推出了个性单字春联 像是有瘦身意涵的寿字 工作清闲的闲字 甚至有加薪意涵的贺字等等 吸引不少民众争相索取 受拿毛笔眼神专注的写下赫年春联 台中市议员王立任因为写的一首好书法 每到春节前夕 总有许多人请托他帮忙写春联 尽管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春联挥号的场次有部分取消 还是有上百福的春联需要等着他来书写 过去每一年我大概要参加 10到12场的春联挥号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取消了很多场 那每一年我大概要写400到450幅的春联 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常常都要熬夜来写 所以其实每一年都会写到这个手要贴药膏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有很多好朋友 希望能够拿到我的手写春联 那我也会尽量的满足大家 除了一般的应景春联外 随着现代观念年轻化 议员也特别推出个性单字春联 有别于常见的春或满 像是有寿生含义的寿字 工作清闲的闲字 以及拆解成家字和金钱象征的被字 所组合成的贺 则是有加薪的意涵 都受到不少民众的青睐 纷纷到服务处来索取 很特别 因为以前那个字方都是比较传统的 像福啊还是那个长寿的寿 然后难得会有议员做这个 祝福大家减肥成功的寿 所以我觉得很棒 可以贴在我的书桌旁边 希望拿到这个闲置可以让未来 未来的一年工作比较顺利 然后在工作上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麻烦 所以可以过得比较悠闲 然后轻松这样 在新的一年 台湾的民众都能够像这个贺一样 不但能够有事做 而且薪水也能够跟着往上加 那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不但有工作上的表现 也希望在薪资上面 能够做一些调整 最好是把贤跟贺放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可以很贤又可以借他薪 我想新的一年还是要祝福大家 能够心想事成 能够顺顺利利 能够平平安安 过年总少不了贴春联讨喜器 王议员也表示 虽然手写春联需要投入时间和精神 但能够带给民众新年祝福 就算辛苦也会继续做下去 也算是另类的选民服务 借程伯瀚台中采访报道